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公卡申请的一些新的规则 以及最新的一些移民相关的信息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呢现在是美国的劳动节 美国版的劳动节 跟国内的还是不一样 今年呢是他每年的是九月份 所以呢趁这个有点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些重要的一些信息吧 当然了那个 等到视频放出来的话 应该会等到老公节的第二天 那么关于这个公卡呢 就是现在他的这个申请费发生的一些变更 之前有朋友跟我说过这方面的事情 后来我在网站上 就是移民局的网站上看了一下 好像是变更了 就说他变更了两次 就是最初之前的时候呢 他那个公卡的申请费其实是不包括 就是如果说你是去你的就是叫Renew你的公卡的话呢 你是不需要再去打纸模呀 搞七搞八的要交85块钱吧 好像是打纸模的费用 但是第一次如果你申请公卡 一般来说是要求要打纸模的 现在呢 就是在那个之前 他那个由于公卡的申请就是变严了嘛 就是防止那些虚假身份拿公卡 所以移民局改了规则 就是要交一个85块钱的打纸模费用 最初以前是不用交的 但是在至少是去年吧 是要交这个85块钱 然后呢 最新的好像政策又变了 就是你如果是Renew公卡的话 他又不要求打纸模的费用了 就是说如果你交费的话 他他有一个提醒说有可能会导致你申请公卡 出现失败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所以有时候多交钱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不一定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我仔细看了一下 那个公卡的费用是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要蓄你的公卡 Renew你的公卡的话 是一个人是410块钱 美元 美元 然后呢 如果你是带家人一起申请 那比如说你要给你的配偶申请公卡的话 那两个人的话 就是820块钱 就是这样的一个 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 当然后面他这个公卡的费用会不会再发生改变呢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所以大家要随时关注这个网站的最新信息 不要因为这些细节 然后呢 出什么披露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如何保持在提交申请 也就是提交你的B户申请150天以后 成功申请公卡 就是说 这个规则 是以前的申请公卡的规则 对吧 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 后来这个 也是为了警方这个虚假申请啊 包括有一些人就是为了混公卡 就是他利用移民局的这个庇护申请的这个排期很长嘛 他就是随便去申请一个庇护 就是随便用一个理由申请庇护 反正你也不会 他们的这个想法就是反正也不会等到我这个面谈 我已经拿到公卡很多年了 然后呢 我也工作了 然后搞完了之后呢 他就又走了 所以就是相当上说确实有一些人他们去一个就是利用各种政策漏洞啊 法律漏洞啊 去钻空子 所以后来就不就是改成了一定要递交之后满一年也就是365天之后才能申请公卡 但是呢 但是呢这个新规他有一个例外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属于啊 这个是我在移民局的官网上截图就是属于这两个组织的话就是一个叫什么CASA另外一个叫ASAP啊 这两个组织的成员的话呢 那么你就可以还是按照以前的这个规则申请也就是满150天之后你就可以申请 所以呢这个这个就是相当于说只要你符合规则的话 他还是按照以前的规则就是150天 否则的话你还是得等365天 所以很多朋友比较着急说啊 我要早点拿公卡的话 那你可以尝试去加入这两个组织 就是就我得到的反馈的信息来看的话加入这两个组织似乎不是很复杂不是很复杂 比较简单的大家自己去跟这两个组织他们有一些官也有一些官网吧 搜一下联系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呢 另外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可能也很多朋友关心的就是 他就是公卡申请的那个表 我仔细看了一下最新的那个表 这个表呢比以前的那个表 多了很多页 我记得原来的公卡的申请的表呢 大概只有一页 一页最多最多两页只就完了 但是现在的公卡的那个申请表呢 大概有个六七页的样子 甚至更多 甚至更多 呃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有一些信息啊 可能就是呃 让你填的更详细一些 所以这方面大家自己要注意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填 第二个呢 就是呃 他公卡的那个申请书变长了之后 申请表变长了之后呢 他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呃 公卡和涉案号可以同时申请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公卡的那个申请表上 有一栏 就是如果你你比如说 他问你有没有涉案号 你说没有 好 然后他还会问你 你要不要呃 申请涉案号 你就在那里打勾 打勾了之后呢 那 等到你的公卡申请 批下来的时候呢 他同时也会给你发一个通知说 你的涉案号呃 呃 很快也会寄过来 当然他不是从从移民局给你寄过来的 是后面从那个叫涉案局给你寄寄出来啊 以前的没有这个选项的时候呢 实际上呃 就等于同于你要跑两次 你第一个呢 你邮寄你的公卡申请表 到移民局 然后拿到公卡以后 你拿着公卡到涉案局去呃 呃有很多时候是要预约的 当然而且疫情之后的好像更多的涉案局要求预约 呃以前好像也有walk in 的就是呃 呃如果人不多的话你也可以接过去 但实际上涉案局好像呃我好像记得我去过一次或者是两次的时候呢印象当中这个涉案局的人一直是特别多的排队的人路啊 所以如果你的预约啊或者什么会会更好一些节省自己的时间 然后呢现在预期之后呢他好像要求就更复杂了一点就是基本上都是像预约就跟那个呃申请驾照的那个 dmv 差不多啊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比较复杂一点就是你拿到公卡之后你拿着你的公卡再去涉案局去申请涉案号啊 这个就等于花更多时间 现在呢就简单多了就直接在你的公卡的申请表里面呃打勾那后面你就等着到时候你的涉案号他就会给你寄管 大概的情况应该就是这样啊这是关于申请公卡的一些新的情况 另外呢也有很多朋友问说现在的这个后进先出的这个政策是不是还执行啊就我理解的情况来看呢好像还是在执行 但是比以前进度确实慢了很多慢了很多啊你比如说你从你递交你的申请书邮寄你的申请书开始有可能要花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你可能才能够收到第一封信以前的话真的是非常快现在呢又慢慢的又变慢了 我估计后面会越拖越长越拖的人越多吧 另外呢也给大家聊一下这个一些移民的信息还包括这个斯马兰好像大家都知道对吧 呃前前后后的这个故事也是很狗血啊 他自己在一边骂美国一边在美国买房了啊一开始还不承认啊后面承认了然后呢搞来搞去最后呢他好像又被国内给中共给禁言了像他这种这么爱国的人居然也被禁言了啊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啊就是呃骗子越来越多就是骗大家然后说呃中共国多么多么的好啊然后呢他自己赚了钱 捞了钱之后呢又跑到海外去对吧跑专门跑到美国来买房子 所以这些事情呃可能也给很多的人对吧一些一些打击吧就是导致了更多的人我觉得还是清醒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呢这个出国的形式也越来越严峻的一个呢本身来说中共也知道出来的人越来越多第二个呢呃就是跑路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像润川越多的话那个桥就是就那么大对吧那个桥就这么宽对不对那也会导致这个形势会越来越严峻啊这个对中共他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的外汇 所以他们会储备越来越少了最近好像这个呃抛售国债所以大家密切关注你看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好像已经小于呃一万亿了所以说明他们也是比较紧张了呃那么如果你出逃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反正在出逃就带走美元嘛所以就会导致他们也会越来越紧张所以关的也会越来越严 总而言之呢 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跑 或者说一定要规划好 如果暂时不能跑的话 我觉得也跟大家提两个建议 第一个呢就是学好英语 提高认知 当然这两个建议呢 不仅仅说是还没有跑出来的朋友 哪怕就说你在跑的路上 或者已经跑出来了 这两个事情呢 也需要好好的做一做 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家 在移民的路上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学习怎么样去做一个文明的人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无论在哪里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确实有很多的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真的是认知并没有提高 所以我只能说 这些话都讲给有缘的人听吧 好最后希望大家一切顺利 再见